经过两周的复化营的学习 对同学们对这个创业创业 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并且复化营为我们提供了 这么好的一个国际化的课程 并且针对每个小组 他们的这个特点 来制定他们企业学习 企业实践的不同的活动 让他们得到很感好的体验 并且他们也充分体验到 在北美的这个创业创业的 这个教育模式 和在这里的一个分享讨论 的这样一个课堂氛围 这个是对他们来说 是受益匪浅的 在以前的一些实践中 我们是缺乏还有欠缺的 我觉得在我回国之后 我可以把这些经验带回去 融入到我的计划当中 这次真的也是就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模式嘛 也是让我们真的让我们自己 去出去去试外 课外去跟我们的接触到的群体 让我们去真的去问他们的需求 真的是除了理论课之外 大部分的事件都是在外面 去做这些调查 这边的教育跟国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体现了人的情感需求 就是它的研究的产品 它是叫做比较敏感 它会觉得我不方便 然后我需要研发一个产品 来突破这些细节 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把不同的东西融会在一起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这也叫做创新 然后让我对创新有个新的理解 其实它是很容易很简单 然后这就是我在这个训练里 然后得到最深的一个评论 通过分析四五个案件 比如说创业啊 或者公司的成员啊 或者一些公司的发展规模啊 一些市场上的或者经营 怎么运营整体上的这个层面 来给你去讲这个 主要它将表达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就是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我就是学到了 其实我应该更多的是要去关注自己 就是去发展自己 而不是说就是真的想期盼一些 就是想去依靠别人一些 姐 我之前一直要为创业 就是那种很满转 敢想就要敢做 很多事情坚实到底的就是生理 这是我一直的观念态度 感觉来这边上了课 接触过的人和思理 我最大的期望就是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 是需要去学习的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层不变的 所有事情都是有它的理论分析 有它的理论依据 学习非常重要 有时候不仅仅是脑子好 还有坚持 对Professor T 他们的一种方法认识比较敏感 我们在调查市场的时候 要就是让一些客户 他们去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 然后我们从里面得到一些 有用的知识 有用的信息 这样子我觉得这方法其实是非常好 另外一点就是从行动上面 中国有句话叫做 如万却疏不如走万一路 其实我这一次是真正的体会了 大家这个计划的准确之处 最令我验深刻的一点 其实就是说 我是能够懂的是怎么思考 而并不是说得到结果之后 往回退役 在更方便于说在日后 我正有创业的计划的时候 甚至说分析国内的一些 非常经典的公司案例的时候 对自己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从Tim Silk还有Dr.B的课程中 我们学到了我们的市场需要被验证 我们的产品也需要被验证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文化产品也需要是 的被市场去验证去接纳 去达到我们的自身的一个需求的 最大的两点感受是 同脑同胞的能力 还有我们是学会了去自己解决问题 而不是等待别人提供 或者老师同伴提供的一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跟国内一个教育 或者国师所吸收到的教育 最大的一个不同 在中国可能就是 我们老师会说 老师给你 然后你就被动的接受 接下去他给你几本书 你去看 可是你刚才发现 老师讲的跟那些课本 完全联系不起来 在这里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材料跟他要讲的问题 是联系的 你可以很好地联系起来 然后就有效地解决到问题 他主要的还是想 让我们学习这种能力 学习这种思维的方式 而不是说 直接给你一个结论就好了 然后呢 主要他在 就是实际上说 打破一些我们现有的观点 让我们更加一个开放 包容的心态 去接受更多信念的观点 用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他分得很仔细 而且也会用一些特殊案例 给我们分析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是对我自己 蛮有盘处的 大家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都学到了很多 对你们今后的人生 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所以我希望也把大家 把这个体验能够继续带下去 能够继续真正地用到自己 在今后的创业和生活当中 大家通过这个田银 能够希望大家 能够把学到的东西 全能学到理论的知识 同时也能把这个理论的知识 能够继续带到自己的实践 你们有幸来到这个地方来 那就会发现一些区别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发散什么私立 到这个地方来 获得一个吸引一些 一些方法 保卫思考的方法 然后我们到中国去 然后进一开始 和我们中国的念 创新实践 分享学习 这几个关键词 我通过跟他们分享当中 是他们提的最多 也是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的深刻 也希望他们能够 把这样的理念 能够砸根在他们的心里面 回到国以后呢 能够逐渐成为他们 直将自己梦想的动力